早安YouTube 我是藤原 おはようYouTube Fujira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 我會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也沒有懂的日文知識 這次我們要來看會變成 卓音的 かさたは 的最後一行 は行 五個字的片甲名 はひうえを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首先は行阿段的は 看起來很像ば 這個字開頭的使用單字有 half這個字 是外來語half 是一半的意思 但是在日文當中 常常用來講混血額 就是一半某國的血統 另一半某國的血統 所以各位可以好好活用這個單字 另外一個日文空喫つ 混血這個講法 因為會被認為有歧視的語感 所以一般不用 各位要注意 混血額都講half就好了 foo的話剛好是我們這行的第三個字 fu 等於一次寄兩個片甲名 第二個是哈行一段的he 看起來有點像比的另外一半 不會太難寄也很好寫 可以搭配hindo這個字來寄 是外來語hint 也就是提示的意思 要猜謎的時候可以用 跟對方要個提示之類的 這個字後面有鼻音ng 以及to的片甲名 前面他行有學過了 第三個字是哈行 無段的fu 寫法比平甲名簡單多了 一筆畫就搞定 而且剛剛第一個混血額的時候就看過了 但我們這邊介紹另一個單字 fu開頭的單字 增加各位同學的記憶 這個字是free 是外來語free的片甲名 也是免費的意思 日文的免費 無料 ただ free 都是免費的意思 所以這些字你能懂的話呢 以後看到免費的東西 就可以去蹭一下 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去使用一下 不要去浪費別人的資源 或者是可以用這個字 去確認東西或者服務是否免費 第四個字是哈行A段的he 這個字是片甲名當中 唯一一個幾乎跟片甲名長得一模一樣的字 所以你平甲名會 片甲名也已經會了 但我們還是要看它可以用在哪裡 這邊介紹help這個字 是外來語help來的 當然就是幫助幫忙的意思了 在我們聽起來就是一個非常不標準的英文 但如果大家把它當作一個日文單字來記 可以幫助你記片甲名 而且日本人的確有在使用這個字 ru 是ru的片甲名 pu的話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fu的伴助音 由fu變成pu 最後一個是 哈行O段的ho 跟平甲名沒有很像 所以我們直接看單字 hot 也就是外來語hot這個字 熱的意思 通常都用在熱飲 所以如果你在日本買飲料 你要熱的咖啡 記得要說Hot Coffee 當然不只咖啡 其他飲料只要是熱飲 都可以跟店員說Hot 相反冰的話是Aise Aise來的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介紹的幾個單字 順便講了會用在哪些地方 如果你只會幾個單字 在日本旅遊也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拿出翻譯的機器 常常翻出來都是錯的 造成誤會也蠻浪費時間的 旅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貴 如果把這五個單字串在一起 會形成以下的故事 你猜那個人是不是混血兒? Half 抱歉可以給一點提示嗎? Hindo 你看他進這間店是免費的 FREE 不行還是看不出來 我要求助 HELP 好啦我只是覺得他很辣 HOT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這可以讓我更有動力繼續製作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